300克的糯米粉里加入2个鸡蛋 3克的酵母 再加入20克的白糖 加入温牛奶300毫升 搅成粘稠的面糊之后 饧发30分钟 紫薯切成薄片 蒸熟之后倒成泥 面糊发好之后 上面撒上一些熟芝麻 轻轻的搅动一下 排下去 冰底锅不用放油 直接倒入一勺面糊 小饼稍微凝固之后 加入一勺紫薯泥 把两张饼重叠在一起 翻面之后上面刷上一层熟油 在煎制的过程中全程都开中小火 煎制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香甜柔软的紫薯饼 非常好吃 咱们的朋友你也在家试试吧 扇猜